各位朋友,在你們打遊戲、煮劇看月之一、二的時候 是不是有時候都會嘴巴想找東西咬一下呢? 不用閉嘴了,看到這些薯片太壞了 經過玩電腦的時候,不是放到整桌都是零食嗎? 既然大家都那麼喜歡吃零食 那不知道大家又是否記得 我們小時候吃的零食是怎樣的呢? 以前小時候吃得最多的零食 莫過於每天放學都可以去士多買到 兼且我們又買得起的 BOPBOXING 還有BOPBOXING 還有一隻東車和咪咪 但這盤化食品雖然真的很不健康 但真的很好吃 五毫子一包 就算你只有兩元,也夠你吃到飽 每次吃完回家,又吃不到飯 又被媽媽罵 而如果你今天用錢不夠 還可以買一毫子一個的 星球杯 有朱古力,又有餅乾 簡直是貧窮小學生的救命零食 而為了不要浪費 每一隻星球杯,我都奶乾淨為止 為何我們廣州仔蝕吻的技巧會那麼厲害 全靠這個星球杯 全國各地的女士在這裡真心推薦大家來廣州見識一下 而隨著廣州人的口味越來越重 我們小時候就已經開始吃辣椒 當然,在廣州我們會叫做辣椒 但有時讀得不准就會變成乳 所以我們小時候放學 如果跟我去買東西吃就好像對暗號一樣 你學不會乳 你也乳 一起乳 不是吧 有時候頸渴,我們就會買玻璃瓶裝汽水喝 平民學生就喝可樂雪碧美煉蛋 有錢學生就喝亞洲維他養協成 不是吧?這幾個牌子你沒聽過? 那就有兩種可能 一,你小時候沒什麼零用錢 二,你沒有童年 以前和這些同學在小賣部 一人一瓶汽水 一邊吹水 一邊看女兒 挺開心 我到現在仍然覺得 汽水是在玻璃瓶裡的會特別好喝的 不過因為玻璃瓶喝完要給老闆 不方便我們拿著周圍喝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會選擇打包 就是把汽水倒進膠袋裡 再插一瓶吉管 完成,做得 這套操作是不是很熟悉呢? 我只這樣拿著膠袋 就已經好像回到小學 為什麼小賣部老闆可以這麼聰明想到打包汽水? 厲害 剛才看到的零食 都是我們自己可以買得到的 但其實還有很多零食 我們真的要求老爸老母才可以買得到 這些零食 在我們眼中 真是至尊終極無敵位 所以接下來 我們不會出現實物 省點吧 好像差不多10元一隻的Kinder出奇蛋 一次過滿足你三個月望 但媽媽打死都不肯滿足你 是都不肯買 還有我小學時很紅的Kui 4-5元一瓶 Kui真的好喝 Kui蘋果汁為什麼不繼續出呢? 4-5元很貴的 然後竟然還有一支價值十多元的利賓納葡萄汁 這個價錢簡直是天價 零食當中的SSR 即是不是土豪你是喝不到的 而我覺得 可以立於所有零食頂端的就絕對是 日本肝油丸 你可能沒吃過 但你絕對看過廣告 日本肝油丸 Kui呢 雖然嚴格上來說它不是零食 但其實它就是零食 咬下去香甜又不腥 還有營養 媽媽每天都督促你吃的 不過很可惜啊 長大了 生到牛高馬大 媽媽不會再買的 唯有自己買吧 我覺得 零食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在於 小時候吃我們很開心 現在長大了再吃都還不是很開心 所以無論時代變成怎樣 零食帶給我們的快樂永遠都不會改變 有時候不開心 一包零食分分鐘有用好一碗雞湯 看完本期節目 有興趣的就上網買回以前的零食來回味一下 這些零食在我們的童年 為我們帶來這麼多歡樂 我只是借這期節目幫他們打回廣告而已 是吧 走走走什麼走 都沒有人怎麼稱讚的 不錄啊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吃做什麼 怎麼稱讚 怎麼稱讚啊